今天周末期饭,我们有听过什么呢? 今天应认警,因为昨天新闻香港,就说如果发现有牛斗,就要通报 即是凡是做医生一百个人有牛斗,就要通报,牛斗即是天花那类 不知道是第一次听这个? 其实是天花那类,以前是在牛那里出,现在是在猴子那里出 为什么又有个奇谈呢? 既然你牛斗就等于天花,曾经在几十年前住了职的 我们又不讲这些理论,又不讲医学上的东西,是讲一个传奇 这个传奇就发生在中国清朝,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天花王朝 因为有个皇帝种了天花,早死没得做,但因为他有个儿子,原本就不让他第三个儿子做皇帝 因为他有这个免疫功能,所以选了做皇帝,被选那个是康熙皇帝,中天花死那个是顺治皇帝,不过说顺治皇帝呢,就有很多故事,有很多故事,有很多故事 有很多故事,有很多故事,有很多故事就说他是出家做和尚的,去五台山 但其实是没有出家的,他是想出家,但出不成,他将近落法的时候,被玉林制止了,没有出家的 但是是很奇怪的,就是要讲一个わか理 var 我要讲一件事,当时在那个王室,他是王太 prophets的子 赤鲁哈尔是他爺爺,因为他六岁登基,由多义菌做泄政王 因为他远了天花,所以达到24岁的时候他就死了 但是当年清朝是信喇嘛教的,那为什么他会,那师傅不是喇嘛,而是汉土的和尚呢? 他是一个禅师,是他师傅来的,那是一段奖顾,奖顾就是当年 为什么会令到这个圣志皇帝会信佛呢? 那很奇怪,原来有一个长顾,就说在四川时有两个师徒 那天老和尚就是临直过世了,那徒弟就很伤心 那我老和尚就说,你不用这么伤心,我们就还会有见面的缘分的 那他的徒弟就说,喂,没理由的,你都死了,我们怎么还有缘分见面呢? 那他师傅就说,你不用想的了,到时你会知道的了 那你拿着一幅画,是画了他师傅的样子的一幅画,他人像画来的 那他死了12年之后呢,你又拿去周围问人 那他说,如果有人加上我眼眉,那就是我来的 如果他画了一幅画,没有眼眉的,他自己画了一幅画的样子 他自己幅画没有眼眉的,他在路上找人问,问到有人 如果他再加上眼眉的样子,那就是我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